嗨 大家好 歡迎回到 TELL ME YYYY 我回來啦 你回來啦 你終於回來啦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街訪 我們訪問的主題是什麼呢 最近有就是新聞指出 壯世代一個月的平均 AI次數好像是太少了 所以因此鼓勵民眾 可以活到老做到老 保有健康 這次主題真是蠻跳的 上一集去按摩 這一集就講AI 然後聽說數據審視 就是一週一次 AI的八大好處 有這八大耶 那今天這一集 TELL ME YYYY 就要實際走上街頭 訪問一下50歲以上的長者們 AI次數有沒有達標囉 好 我們走 GO 在我們正式開始街訪之前 我們有邀請到一位 非常專業的醫師 來一起為我們解惑一些 長者的迷思 還有一些都市傳說 那我們歡迎顧醫師 那請問您現在大概年齡大概在哪裡 72 72 看不出來耶 78 78 什麼 看不出來耶 我還70 70 看不出來耶 這是 這是男人的祕密 哈哈哈哈 女性不也是嗎 對 對吧 女性永遠18歲 對 我都說我18歲 你18歲 我18歲 我18歲 我們要不要到旁邊一點 不要站在路中間 到一個舒服的地方 大哥 今年幾歲 70 70 那性行為對於長者來講 是一件安全健康的事情嗎 只要他沒有一些 相對控制不良的潛在疾病 比如他可能血壓很高 他都沒有在吃藥 那當然性行為就 可能大家都會說會馬上通 那如果說你控制得好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是可以正常性行為 那那個表上面啊 就是3.2 2.0 對 1.1 你是會不會覺得就是 是不是他只有 到洞口就沒了 對 會有這種小數點 是因為他是一個平均的結果 所以你可能就是 比如說有三個人 有兩個人可能是一次 有一個人可能是零一次 1加1加零除以三 就是三分之二 就是0.67 醫學會建議就是70到79 所以他平均每個月的性生活次數 大概是兩次左右 那大哥覺得這個次數會 太多還是太少嗎 稍微多一點吧 對 就是大哥會比這個數字還多嗎 對 剛才五六次就算 五六次 對啊 十四五天 一次四五天 我們看那個鏡頭這樣 這樣用的喔 讚喔 讚 趙雲基在講 50歲以上 我們這個年齡呢 就一次兩次嘛 就這樣 一次兩次 請問一下你們一個禮拜幾次 你要問男人的啦 這男人的需求 我們如果知道 他跟死都需要啦 今天有看那個 90幾歲的老人 真的嗎 他們有請那個飛翁 他們還是摸摸 摸飛翁嗎 新聞說老飛翁廊床上運動的次數 就是很少 大圈比較有意思 大圈 一個月兩次 大哥不會覺得太少 不是 我不敢講 你偷偷跟我講好不好 偷偷講 我並不敢講 對我們的答案來講 太少 太少喔 喔 欸 健空啦 大哥講用耶 他不好意思 他有點比較好 我們要回家 趕快逃離現場 趕快抓起來 對 那你咧 那像這種愛愛的次數 他是越多越好嗎 還是其實不建議 就是太多呢 我們都會說就是 如果你身體健康 你受得了 而且將會讓你心情愉快 不會壓力太大 那其實你想要幾次都是可以 喔 身體負荷的來就可以 對 我們今天就遇到幾個 就是阿伯 他們就是講說 就是他們一個月 他剛才有五六次 的確是有可能喔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 我們曾經有 曾經也有記錄說 有人甚至是癌痞病人 死前都有這個 都還是有信心的 哇 就像今天有個阿伯說 有個阿嬤說 男生到閉眼前 都會有慾望 對 對 這是真的嗎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所以就 不要覺得說 好像是不是人生病 就不太行 就是癌痞都可以喔 喔真的 只要你功能還在 基本上都是可以 慾望就會有 對 這就代表他可能體力很好 對 就是如果你五六次 哇那這個阿伯真的是 鍛鍊得非常好 哈哈哈哈 那你平常都是怎麼跟另一半 暗示想要進行這件事的 那你就稍微 手跟他動一下 或是說 對不對 對啊 手跟你動一下 他就知道啦 沒有什麼暗號 沒有暗號喔 這個沒有什麼暗號 都直接來就是 呼氣檔有沒有 對啊 趕道遠 對啊 有默契啦 有默契啦 你們都是怎麼暗示對方的 不用啊 不用 眼睛塑一個就知道啊 塑一個 怎麼都塑一個是怎麼塑啊 那學問大哥有小孩嗎 有 那你會跟他進行一些 性方面的教育或什麼的嗎 不會 因為現在年輕人他們 不是像我們以前的時候 我們以前沒有網路啊 也資訊沒有那麼發達 現在資訊很發達 現在我會跟阿孫子講 真的喔 孫女 怎麼講 孫女 我說 交男朋友是很快樂的一件事 阿嬤以前也很高跟男朋友 阿嬤 阿嬤很厲害 真的啊 拜託 有人追求多愛 這漂亮就是 不過最重要 你的年紀 不能懷孕 我以前還會有些三伯的說 你如果萬一中懷孕 要找阿嬤墮胎 我帶他來去 因為太年輕太可憐了啦 那你們覺得要怎麼樣 才能像你們一樣健康 現在大概走公園 走公園 要把運動當作吃飯 安養院走一趟 一堆人坐輪椅 一堆人躺在上面都不能動 這個年齡喔 我呼籲大家出來運動 體力好一點 對不對 你沒有體力要怎麼性生活 體力要先好 先好 對啊 要先健康 對啊 啊你走路都不行了 你還要生好 那就有個問題了 我想要 但不行 怎麼辦 怎麼辦 呃 這有分兩個狀況 如果你是年輕人 大部分的 大概你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 大部分實際都是身體健康的 很多時候是 心陰性的問題造成 就是 你可能壓力大 跟伴侶吵架 那代表說你其實 器官是OK的 那有另外一種 可能年紀比較大 它大部分會跟它的器官真的有關係 譬如說你可能血管阻塞啦 神經有受傷啊 這樣問題就是器官性 那不管是哪一種我們都會建議 就是最基本的就是運動 對 就是你做好充足的有氧運動 你的心血管功能會變好 那如果真的還是想要馬上有表現的話 對 那當然我們就會建議就是可以吃一點藥 像是威爾剛或吸力室 對 但是一定就是要來門診給醫師看過 確定你的身體狀況是OK的 然後才拿廚房前去買藥 那如果夫妻之前有性生活 不愉快 一個不幸福的狀況 就是你會建議他們 一起來就診嗎 還是怎麼建議他們呢 如果願意的話 是可以一起來就診 我覺得可以就是順便也幫我們治療男性 然後但是也跟女性就是一點衛教知識 就是說這個狀況其實是正常的 你不用覺得你老公好像去外面找小三 他沒有 我已經很累我太累了 他不是對你厭煩的 他是因為他真的就是有男性更年期的問題 或是他真的是工作壓力很大 所以他這方面就不太行 就是要呼籲大家就是不用太擔心 就是你不是一個 你不是唯一的人 你不是孤單的好不好 你不是孤單的 很多人都有 其實就是你就想像他其實就是 跟感冒一樣 總是會遇到的 那遇到的沒關係 我們吃藥改善他就好 對 感冒你敢看醫生 這方面有問題也應該要看醫生 就是雞雞感冒 雞雞感冒 對 那我們今天的Tell me what why 就到這邊結束啦 記得按讚訂閱 也要追蹤我們鳥醫師 顧醫師的IG及臉書 我們下集見 掰掰 死啊 你們當時有搞笑 他怎麼這樣 還要做那個動作啊 他怎麼這樣 我一定要拍攝 我一定要拍攝 你 我一定要拍攝 我要拍攝 你 運動 太陽 我會讓你 拍攝 我來拍攝 感谢观看